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大哥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一早出現在立院 參加資安科技發展大會 但面對媒體提問 郭台銘卻難得席字如今 恶物戰爭這一塊 對金星的 對鏡頭微微笑 但就是不開口 身為鴻海創辦人的他 近期配席也成為外界焦點 因為鴻海宣布要配發 現金鼓勵5.2元 而郭台銘今年2月持股 約17億股 等於90億元的股息 直接入袋 不過郭台銘久違出現在盡頭 其實是怕俄烏戰爭 影響到資安疑慮 其實我今天在看到 美國的一份資料顯示 美國政府公布的去年 2021年勒索軟體的損失 是420百萬美金 勒索軟體其實在全世界 都有很大的一個損害 除了資安問題 根據台經院統計 2月份製造業服務業 和營建業的營業氣候測試點 也因為俄烏戰爭連兩個月再度下滑 而且原物料漲幅的衝擊 將蔓延到各行各業 物料的價格上揚會滲透到供應鏈每一個環節 所以說幾乎每一個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那如果說下半年我們看到這個盾售物價指數 開始有一些減緩的現象的話 那這個通膨的壓力就會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了 不過專家認為台灣出口依舊暢旺 若在下半年反應廠商成本的盾售物價指數慢慢下滑 今年GDP就不至於衰退太多 看來俄烏戰爭開打 從經濟到資安都成為政府必須正式的問題 八大新聞下足揚聲台北通道